入尼點個讚 養成好習慣 歡迎各位朋友 發覺很多海外觀眾 很喜歡十一月十二月份回到中山 找我們看樓 包括品項中山美食 北美或者一些歐洲 有些人過東過來中山 最近很多現象 沒錯 先來講現在幾條利好的消息 包括買了樓或者未買樓的觀眾 講幾條令大家來中山 又是多一個條件 未來多一個因素 亦都多一個理由 廣州最近發佈了一個叫 廣州市綜合交通體系規劃 就是從2023年 就是上一年到 我們再去到2035年 整個大灣區規劃應該去到15年的階段 全面發展地鐵 或者去到2035年有什麼地鐵 什麼線路開通 有個官方的文件 最近剛剛發佈的 11月18日 涉及了很多關於公豬的高鐵 包括中南虎 虎就是虎門 南就是南沙 還有港深西部鐵路 港深香港和深圳 我們看看 這條網絡地圖 如果有興趣的觀眾 都可以在我們 我們掃這個網絡或者WhatsApp 或者WeChat 拿到我們這個資訊 因為這個清晰的圖 就沿途發送給你 包括我們都準備了地鐵圖 分享給大家 但第一個重磅的消息 就是未來 深南中城濟 會從香港和深圳 變成一個叫 深港西部鐵路 以前叫深港快軌 最早是否應該是和諧號 是否直通 是的 就是多一條路 包括串連了南沙和中山 再去到深圳灣 再去到串連了香港島 這個一有期望 就通過洪水橋 再進去港島 慢慢的線路 就令到中山又多一條路回香港 輕軌 直接從香港就來到中山 可以這樣理解 是的 這條鐵路 就可能跟廣中之 可能到時候是輕軌 或者是一個城濟軌道 看看它怎樣接駁 通過什麼方式接駁 深南珠 包括廣州到中山到珠海的方向 都很明確規定 珠海段已經是規劃 路段準備施工 沒錯 明確規定 所以大大加深了中山和香港的往來 我們有一幅地圖 包括我們有一些文件 就是政府的文件裡面 就很明確寫了這個叫 深港西部鐵路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片裡面 其實我們眼前這個位置 是南沙 南沙的二十聰 未來就會舉辦一場很大的城市 其實是明年 對 其實是明年 而且最近 港主澳大橋不是封了橋一段時間 就是在搞這件事 踩單車 或者運動 到時候 深沖通道 或者是這個南沙的二十聰 主辦場是廣州和大灣區各個城市 包括香港 澳門 各個城市都會參加 但是這個二十聰 就是最大的主會場 香港是留意的 是的 中山都有些承接的 我們的運動項目 是的 所以在明年這個城市 其實過多一兩個月就可以說 為什麼要提這件事呢 就是這裡 馬不停地建地鐵 建體育館 建公園 因為這個位置 得天都好 又近中山又近深圳 又是近深中通道現在的 南沙道深圳的快線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首先大灣區就變成一個 融合得更加之厲害的城市 整個黃金內灣變成了一個 真正實現的大的城市 那麼通過各間這些基礎建設的投入 所以有一點是可以很清楚地見到 其實它發展大灣區 決心和它已經投入的資源 已經是擺在這裡 你看到很清楚 所以不是說只是對於樓盤 這件事有幫助 其實對於兩地的企業的交融和交流 怎樣能夠促進 這個兩地的企業的互動 能夠創造更多的GDP 讓我激活更多的經濟 產生更多的就業 這個更大的角度去看 所以大灣區它聚集了全國 全中國投入最多的資源 在這個位置 那麼當然人就會往這個地方來 而且最新數據 出生的數量是全國最高的 又是最高的 就不單止入面來 我們入面的人都很努力 沒錯 哈哈哈哈 那現在你看到的這個就是我們的海陰雲頂 但是未更新 現在就是全部外場都搞定了 遠臨 白酥酥 挺帥氣的 從碼頭過來 一般會經過幾條線路 很核心的 第一個就是南偉環 就是好像海陰雲頂 樓下就有一條線路叫南偉環 這裡你看到是泥地 但是是我們較早前錄影 不是較早前錄影 是半夜前錄影 半夜前錄影 我們會 這幾天更新 但是你見到現在 它全部都通了車 是通了車 還有深中通道走地下 深中通道第一個 目前在城區的出入口 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城區高速很複雜的網絡 從碼頭一落船 你就開車 包括叫的士 你可以通過這個方式 可以開百二公里每次試 沒錯 半小時內就會到這個附近 而且這個附近的就是叫中山火具 靠近東區的火具的駁外七路 是 這個駁外七路就是我們有一次說到 很多海外回來的觀眾 會留意附近的樓盤 是 為甚麼呢 因為山清水秀 會有一些遠景開陽景觀 包括高爾夫 包括駁外七路 包括還有駁欄中心的 這個深中巴士站 所以一來到這邊 就唯一不得不提一個樓盤 就是我們剛才的海陰雲 海陰雲最近八千五元的一個特價單位 八千五元的特價單位在哪裏 現在跟大家說說 首先這個是一棟 一棟現在是在售貨量比較多的情況 就是三梯 三梯五火 三梯五火 其中有一條單邊腿 就是現在我們 這個位置一百三十五坪 紅色圈一圈 這個位置是單邊位 這個單邊位 正前方看出來是一百一十九坪 這個單位就是一百一十九坪的單位 這個就是零三零四 一九會看到 包括長江水庫 我們都有水庫 澳斯湖 澳斯湖 包括看到一街的商場 包括左邊樊登 大平城 海恩新城的山墨 五桂山墨 包括再高一點 可能都看到高爾夫球場 沒錯 所以這一一九是南鄉 有兩隻的 同樣還有兩梯五火 我們現在說了兩個一一九 一一百一百三五 還有一百零五坪 一百零五坪 就是目前貨量最多的 零一零二會形 而且這幾個互形 都可以搏左一封長海 做一封橫廳 沒錯 這個零一零二有一百零五坪 他就 警官上面 就沒有那兩個那麼英俊 但他如果網內園 留間他就差不多超過兩百米 因為中間心 到時候都會 邊邊位會棄樓的 但你就買一些矮樓層 望圓林的就很舒服 關鍵是八千五元 就是等於我一百零五坪 我拿著 應該不九十五萬左右 你就可以買到的了 你就可以毛痞交付 而且是明年的六月份 前就會交付的了 這個訊息 而且八千五元 很煞食的就是 其實你現在看回 海恩的瓦湖半島 是 以前在將近十年前的產品 十幾 甚至乎 它的二手價 其實都要去到 萬四五元 不行 如果你看瑞士園 我一個親戚 不行 萬八元 但如果你看內園 或者留望樓 就可以做到的 可以做到的 但你想想他現在一手樓 毛痞賣八千五元 就算你加三千元 一平方裝修下去 你總價其實都不過萬二元 一平方 你想想在這個片區 想要買這些二手樓的朋友 一定會被吸引來這個位置 所以預期這個單位賣得特別好 所以可以加加我們的WhatsApp 或者WeChat WeChat 就掃這個 WhatsApp就掃這個 其實現在進入了一個 以價換量的階段 你拿著一些貨 但現在整個市場來說 說真的 你真的出了一個比較吸引的價格 你就會拉到 關注到 沒錯 而且它的 弱勢是什麼 第一個以前會擔心 會不會交樓有問題 說真的 這個樓盤是明年六月份交樓 而且四棟和五棟 就是今年年底的交樓 就是最近這段時間 而且我們最近大客 那些什麼測試警報 包括一些驗收 過程都做了 所以這個可以理解為 絕對是標準的准現樓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交樓又無憂 價錢又便宜 然後這個片區來講 其實很舒服 當然它有個不利因素 就是外面納外 包括還有其他流動還會起 但是如果你無非計 不是急著住 考慮有一段時間再裝修 這是合適的 所以就要選容易 因為我們有一條龍的 裝修服務 所以這就是凱恩 他已經反映了 他的不利因素出了力 而且再買賣廣告 因為其實我們在這邊 整個服務的過程中 你從看樓開始 我們就會帶你了解清楚 周邊的一個情況 因為根據你的需求 去匹配到 最有效屬於你的樓盤 這樣才確保你不會買錯 當然每次看樓是零壓力 對 你選擇清楚 你就可以決定 如果不是 你上回家人商量一下 或者回來看多幾次 我們經常會發生這個情況 所以大家可以很放心 華法學府就在石旗區 石旗區就是我們最傳統的 中山的以前的最舊城區 但是附近又有一個新的 旗江新城會發展 有些鐵 包括他附近的商業配套 都很成熟 華法這個學府 就說到這個樓盤 不得不提可能叫2.0 4.0的產品 4.0 做到實用率是100% 他的面積是99方做到4項 117都是做4加1貨 很誇張 而且對面 我們最近也有去食茶餐廳叫藍房源 對面KFC這些都有齊了 包括最重要有一個近江邊去玩一下 包括公園 水深博物館 包括祺江河 你見到很開陽的 都可以的 附近也有不理因素 就是樓下有條快線 有些收音 又要買什麼樓層 要選擇 但是目前這個樓盤 一個月買了超100% 最關鍵的東西是他真的賣光了 所以我們現在純粹跟大家說說這個區域 這個樓盤基本上是清貨 剩下139就賣195-222 之間移動的139兩梯兩貨 大積的單位 是的 那些99、117基本上是賣光了 是的 基本上是賣光了 如果你對於這個區域喜歡的 因為有江景 你看到祺江河的江景的一個位置 有個天明東華光 是我們馬上轉身就可以看到了 天明東華光景觀比他漂亮 密度都很小 現在買到好些樓層都會 中中間間都很開陽 無非189 是的 但是我們玩德州 別人是歐櫻他就歐櫻 別人以價會亮 大哥其實很尷尬的 對面這個項目號稱產品4.0 賣到特價的時候去到1萬6元 是 那你現在向他對面 你還想賣2萬元 是你不要想了 但是他之前真的賣2萬元 2萬1、2 所以 價格打了下來 是 都是賣1萬6元左右的價格 上高層就好一點 他就很特別的 每個戶型 三個戶型 兩體三個情況 每一個戶型都是三個廁所 可以改大的廁所 沒錯 最小的單位121坪 就是前面 品著凸出去的這個位置 兩邊兩團隊 一個是121坪 差不多1百4坪 差不多1百4坪 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這個還可以賣 開陽景 全校超級開陽 樓下配套非常成熟 交通也很方便 同時也是雙地鐵口的一個樓盤 就是天明東華國 旗江新城站 這個位置 包括還有一個石旗站 在這個位置 比較舒適 他在做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就是幾個原因 第一個 華法現在這期年底 就要收貨了 要收尾了 很多賣的都即將交樓 所以他需要完結這個盤 就搞特價 特價我舉個例子 好像我們最近有成交八棟 以前他94坪 就賣到好像九千五元 毛坯 毛坯 看這個叫湖 那一堆水仔 包括他119 當時買到都貴的 接近一萬元的單價 坐坐坐坐 現在已經將價格打下來了 因為貨量不多 因為一陣子八棟到手一棟 其實就看開陽景觀港島湖景 目前價格 我們最近成家一套 就不是很高的樓層 八千元 什麼樓層 中低 中低樓層 就是可以參考這個價格 包括附近最便宜的貨物 六千五元 在哪裏 先跟大家說說在哪裏 它組成 因為這裏是兩梯四貨的 95方 和19 賣最便宜的單位 就是這些 叫兩梯六貨 兩梯六貨 這些單位 就是從小的兩房一位 到三房兩次 南北通的產品都有 還有一款產品 就叫十七十八棟 有精裝修 又有毛皮膠褲 兩隻選 是的 賣到是七千元多一點 這裏就是六千元到八千多元 這個幅度 至於它格格的高和低 就看它兩梯六貨 還是兩梯四貨的小戶型 還是兩梯四貨的大戶型 沒錯 就比較容易理解 等於六千五元 到現在賣的貨 就是九千元一定買單 可能你買到一些 貨量充足 對於這種度假的樓盤 選擇的朋友可以關注 因為總價很低 包括裝修你一百萬 你一定能做得到 和雲頂三不價格 所以我覺得雲頂 為何好賣 你一定會好賣 你想想這裏是三鄉 周圍是山 附近配套 老實說 這肯定是不及海陰雲頂的配套 但是它的價錢 海陰雲頂在賣八千五元 九十萬 是的 同樣九十萬 同樣都是九十萬 雲頂就價一零五 這裏九十萬 你的配套差距會比較大 主要是這件事情 但是有人就是喜歡這種環境 我們兩邊都有客戶買 所以看你的需求是怎樣 比如說平時都是開車 回來就喜歡清靜 喜歡跑下步 喜歡在一個很大的社區 這絕對是一個很舒適的選擇位置 我們說一條龍 我們裝修在這裏 都不少會已經開始裝修了 期望我們有更加優秀的作品 跟大家去展示 是的 這個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 看樓的同時 看看我們的 我們的事物 我們自己的藥畫家 什麼時候可以通知大家 我們還在等 是的 俊英峰就是看高爾夫球場景 高爾夫球場景 現在的三十二棟就有八十九方 正前方看出去整個高爾夫球場景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一百零八方 一百零八方 看回去就不是看高爾夫球場的方向 但他看回去都是我們屏東俱樂圖 全部都是別墅區半山 不過他很特別 價格一直都沒有說價格 三鄉價格添花板 對 三鄉價格添花板 即是市場上有人的倚家會量 但是有一個企硬 他就是有天之獨厚 包括有他喜愛的觀眾 他的品質 包括他有這樣配置 樓下高爾夫連入場 包括有個小湖 包括我半山望到別墅 還是南向的 都是喜愛的 但是加到開陽景風的前提下 為什麼價格差不遠呢 就是因為除了配套以外 還有他的質素 或者他有沒有可比的競爭對手 是的 你說起競爭對手這件事情 俊景峰其實他是近景 看清楚 那麼多的高爾夫練習場 湖景和山景 但是如果你說將他周圍的配套 加上中山東區城區的配套 又可以看到高爾夫球場景觀 有沒有呢 有 在東區和火局開發區的交界處 就是我們海恩雲頂斜對面的官嶺 我結合了兩個高爾夫 又是近城區的 一格性格比比較高的 一個樓盤的官嶺 在賣車的八十九九十八 南向的往回海恩這邊的 還有108 120就往回北向 看高爾夫球場景 就是我們這個位置 而且他的配套就吃了海恩的配套 因為你看到周邊的 從一加一 樓下的一加一 包括雨水泉的水療會所 包括附近的一列的私房賽 包括入球場街都很方便 而且搭了一條橋過去對面 所以其實你會見到 整個各個方面這些項目 這麼多的一個情況下 同樣是高爾夫球場景 那麼這裡配套成熟這麼多 會不會價錢貴很多呢 答案又是不會的 其實他如果你要看高爾夫球場景 其實15000元他帶裝修 15000元已經可以基本任選 應該不用 我說最貴 14000元左右 14000元左右 精裝修 這個還不是練習場 這個是高爾夫球場 而且他的圓林我覺得很特色 真的是本地發展商那種 有他特定獨口的設計風格 會所這些 而且動數不多 朝北向的現在二棟賣兩隻戶型 108和122 他的108其實非常舒適 就是他的主人房超大 其實滿足我們很多海外的朋友 回來這邊 說真的不是拖家大口 不用很多人回來住 大舒適的主人房加上大的客廳 其實看出去景觀舒服 走到樓下又清靜 然後叫車方面都很方便 然後附近的配套也都超級成熟 南外環深的地方 就算你回東區的Coco City TOP PARK 10分鐘就可以了 而且快速路 不是銅綠燈等等的路 你從石旗的構成區 你去到東區的新牆場 你可能都不夠他快 這個就是這個因素 而且附近我們都拍了很多農莊 沒錯 海恩這個地方最出名的農莊 或者一些私房菜比較多 吃魚 吃順德菜 包括我們還有很多的私房菜 西餐 我們以前接過一些西餐的店 戰虎牛排這些都好 都是在這裏 咖啡店都有的 呼聲最高就是問碼頭 碼頭 那這個碼頭呢 首先碼頭出來是非常之容易叫車的 並且有很多的公交車的路線 公共行車路線 剛才說自駕車 免費停車三個小時 是的 包括我們先說它有什麼巴士 你可以停車到香港 去香港玩三天回來再開走 不收錢 因為這一下 首先他對他 免費到明年5月份 是的 他對他的車庫是很有信心的 車位首先是很充足的 600多個車位 是的 所以你開到去你可以停在這裏 接著去香港玩三天 再回來再拿回你的車 都不用給停車費的 我們說回真實的連運接送的 這裏暫時是接機送的 就是我們叫免費接送的服務 一直都有的 我們先說有幾個點 就是回哪裏 第一個是回中山的城區 我們見到它的時差表 其實都是根據下船的時間 去調整 這個情況 還有很多 除開這個免費巴士外 去不同地方 十元到十五元不等的售價 包括很多火具觀眾會問到 客運碼頭怎樣去火具 因為火具以前碼頭很近的 現在就有一部叫D003 直達到從客運口岸 去到國際會之中山 這個公交車有一個特別之處 為什麼是D字頭 你中山又錯過B字頭 又錯過K字頭 又D字頭這麼高級 所以現在是D字頭 頭文字D 是的 頭文字D的D 在這附近就是早上雲頂府 遇受劍法的一二期 包括健康花城 到近的 還有去到城櫃中山站 包括長江北連通 其實現在是Coco City 和托巴的中間 所以這個都是很便捷的 去完商場 再回火具 東區的家都很方便的 包括我們還會經過馬安島 再去到孫中山谷居 去旅遊 就往南邊去了 去旅遊貴南 去旅遊貴南村 我們馬上會有一個很精彩的短片 跟大家去展示 三鄉溫泉 三鄉雅居樂車站 雅居樂萬象郡 三鄉觀眾都有車 是的 不用擔心 永不落空的 就是幾條線路 如果需要這些資料 我們就可以送這個WhatsApp 和這個WeChat 送我們發這些資料給你們參考一下 沒錯 我們小南有個谷展 是可以報名的 從這個月底開始 一直到20天的時間 是 就是谷花展 是 之前4號的報名滿了 現在我們2號也是加大了車 加大了車 但是只是接深圳灣 是 只是接深圳灣 只是接深圳灣 2號還有少量名額 大概幾個人的名額 可以供大家去記住報名 如果需要 我們收費是99元 然後我們會帶你 第一個是深圳灣出發 我們就會看谷成房地產 谷成房地產就是小南鎮街持股的一間房地產 很實在好的樓盤 包括他有個樓盤叫玉境溫花園 其實就是在谷展的 走路就對了 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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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帶你去看樓 同時我們帶你去中山 吃谷花宴 谷花宴 我們都有些圖給大家 我們已經定了這個 谷宴 吃些甚麼 蝦 大家都是叫做江南水鄉 其實你去到兩個地方 口音都非常相似 潘儒、順德、中山 都是這個非常相似的口音 在這個非常相似的口音的一個地方 中山、小南真是一個福地 因為小南是中山最有錢的一個鎮 GDP也是最早有小南鎮級的企業 控股的一些集團公司 很多是上市公司 全部都是上市公司 所以這個小南鎮 是值得大家去了解小南的很好的窗口位置 還有就是我們背後陳星海 中西企業醫院 我們在下午的時間 就會派他們的主任 跟大家說說香港醫療的消費權 在這間醫院怎樣使用 這間醫院同時是大灣區裏 第三間除了廣州 深圳以外第三間可以用醫療權的地方 而且中山、小南集合了兩間 三甲醫院 其中這是一間 首先這個區域是很經典的位置 這個位置面臨快斷貨 就是我們主題題 最入了百業化的去貨階段 當時我記得很清楚 會不會繼續再跌價 當大家懷疑它繼續跌價時 其實它已經賣光了 現在你看到的一動加推 基本上全部都賣光了 單邊位都沒有 現在賣的貨就是懷孕的行為 說一期還有少少美貨 但很少量 賣的單價去到15000元 15000元往上高一點 即是90方 你就乘回15000元 你都要140萬出頭的價格 才能買到 105方可能150萬到160萬 現在賣的二期會便宜一點 因為它是樓花 而且旁邊是有我們的回遷房 我們叫本地土豪的一個分配的房 拆了它的屋子就分配到這裡 目前之前賣的四棟和五棟就便宜一點 但現在的一棟因為貨量很厲害 它又是屬於月入一百套樓盤的 這個梯隊的一個樓盤 一棟單邊位都賣光了 再說回對比 首先這兩個產品區別比較大的 你會見到華潤二期 連同我們的回遷房 其實這個小區的樓盤是比較多 密度是高的 但幸福匯的密度是低的 總共只有五棟樓 五棟樓裏還有一些比較低的樓層 你會見到前面望光景的 三四五棟 五棟現在未開售 三棟和四棟 這兩棟正在賣 四棟後面兩條隊是135望光景 前面125 就是南向望光 三棟這邊朝北望內圓 這邊是105方 南向這邊望去的景觀是120方 除了夢到幸福摩天輪 剩下的貨量其實低流層不多 為甚麼呢 這個低流層第一個便宜 第二個更近水景 開陽 所以基本上低流層一出來 其實很快便已經賣光 而且雖然同一個片區 這兩個產品 無論在價錢還是 產品的定位 其實是不同的 華益偏向於首次上車置業 包括它本地消費的買家 也有很多年輕人買的 價格很大差別 就算你買三棟四棟 朝北望內圓也要16000 它的戶型因為多了入戶花園 它還有生活老頭看光景 第二個是120方到138方的戶型 它真是南向無知檔 你在西區找到這些產品 你是很少的 你就會回到火具找 是的 陳高三米一五 跟中類彩虹的陳高是一樣的 給一個好消息大家 伊宇東就是九十十方 三房兩位 賣到11800 就是朝北的這條腿 為甚麼買這麼便宜 因為流層不多 就是按摩的中低流層 但景觀相對來說都很開揚 因為它高 望村這邊還有學校 村各校看出來 但它就剩下幾套貨 基本上升為原來的方法 二棟就沒有貨了 所以我們都說 它貨量的情況 三棟四棟成份高層 無論甚麼單位都是 包括二棟 剩下的都是美貨 升完就走了 因為入住率 一棟二棟是很高的 基本是八成入住率 是的 如果你想要說性價比 然後小的三房兩位 買到南向的單位 價錢預算不高 華陽四季九十五方 我是比較推薦的 如果你說我現在想要景觀好 居住品質提升一點 住的人沒有那麼多 三米一五的層高 這些情況下 裝修標準也會規格高一點 其實你可以選擇我們的幸福匯 幸福匯這個賬物 你可以見到中山 隨著深中通道 藍沙二十充 地鐵乘軌 全部都在中山的東面 和我們的偏東北方向 因為你要往深圳走 往廣州走 所以所有發展區域的配套 都往這邊去集中 坦州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我們的港珠澳大橋 而且港珠澳大橋 正在通車 只是走回港車北上 只能走這一邊 所以這個是坦州最大的優勢 附近有幾個很出名的樓盤 要景觀又景觀 要裝修又裝修 但是從這個角度來說 它的最大的優勢是 我們的港珠澳大橋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我們的港車北上的車 不單止可以走到港珠澳大橋 如果它也可以走到深圳 這個時候 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一個司機 你是可以走港珠澳大橋 經珠海來 就去到坦州 還是你選擇就趕深圳灣 出去是經過繁華的大城市 然後再行深中通道 離回藍沙 是廣州的 離回藍沙離回中山 相信可能選擇 從深圳出關的人會比較多 這個時候坦州的優勢 就會失去了 暗淡了 是的 而且坦州的樓價 其實你會發覺 其實它不給中山的城區便宜 中山的城區15000元 絕對可以選擇 剛才用華法學府 雙地鐵頭都可以選擇 你是16000元的特價 但是坦州這邊 基本上都去到15000元左右 但是坦州本身的配套是弱 全部是對面街珠海的一個配套 這個是事實 雲頂和觀山水 如果說地段來說 毫無疑問 選擇雲頂 雲頂的地段 優勝過觀山水很多 並且看出去的景觀 並不讓觀山水差 但是如果你說價錢 的確是有想到2000元左右的差距 2000元 8000元差 2000元就是房價差百分之 15% 15到20% 房價差百分之 即是八折 很難說 你看看從哪個圍道 如果說配套 說交通方便 說未來的二手流動性 中山的城區 肯定是好過中山的鎮區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但是你說我就是喜歡很舒適的環境 很大的屋苑 你看到這裡其實它的屋苑不算大的 這個屋苑只有這一塊 當然這一片都是屬於海恩雲頂 雅居落的 但是它不是連著的 出行都很方便 因為淘金街一條路就很方便 但是如果你說到華法的觀山水 它就是整個屋苑一大塊 所以屋苑佔地有1,200多畝地 有1,200多畝地 在這個屋苑入面 而且香港住的朋友居多 屋苑就值得回香港 對 回香港 外面一來五角度 但是說真的 它附近的配套就不夠那邊好 這也是它便宜一點的原因 所以你從香港怎樣來 你習慣了哪種方式 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你的生活狀態來到這裡 想期望的生活狀態 是怎樣都很重要的 總結來說 如果你考慮二手流動性 就建議海恩雲頂 因為海恩雲頂 周圍的二手的價格都貴過去了 有1,500多畝地 看這人知道 在發生 pull 有1,500多群啊 看到在完整的 有3,500多群